rado 晚上好 哈囉 是不是有点 突然 他一直在晃 一直在晃 别晃别晃 给我停一下 晚上好 好不好 hello 晚上好 晚上好 算了 應援服 我今天穿一天了 謝謝小秘書 謝謝佩琪 謝謝小秘書 謝謝 古娜娜 你才不是點錯了 故意的 撞山了 就喜歡給你們撞山 就喜歡給你們撞山 今天怎麼這麼早啊 謝謝Express的禮物 謝謝西蘭花大米飯的禮物 早點不好嗎 待會就要公演了 你們公演開始了 誰還會看我獎金的直播呀 我為了給大家就是岔開那個時間點 我退開早了一點呢 都沒有人多 已經開始了 還是晚了六分鐘 不對 我應該晚了一個小時 我應該六點就開 我以為他們七點半公演呢 誰知道那麼早 謝謝吃屁 我在直播 我覺得我的箱子 我在直播 你說吧 繼續展開你箱子的事 為什麼我覺得我箱子好小 啊你覺得你箱子好小 你可以把東西放我這 但是我我我我 但是我我們倆又不住一起 我都是單獨跟著 對啊我差點忘了 那你在去酒店之前 把東西拿了 啥 啥時候走不知道 很好的問題喔 一起看 我才不給你們喜歡公演呢 世界上 我只喜歡H隊的公演 沒有 我 我只愛我們H隊 謝謝卡比玩我的禮物 終極任務 YYDS 謝謝醫師 頭號新聞 H隊的公演 YYDS 謝謝富貴的一支柱子禮物 是吧 謝謝離婚帶三娃的禮物 喜歡我們H隊公演的人 不對 是我們H隊粉絲的扣1 只要你的推在H隊就扣1 夠扣起來 好的謝謝大家 謝謝大家支持 喜歡我們H隊 也喜歡N隊兩個隊的人 扣8 我看看 什麼鬼啊 這麼多 喜歡 喜歡 哎呦我的媽呀 真是會寫 在上海有推 在中泰也有推的人 扣7 7 你們真的有點過分了 你們真的有點過分了 你們 這真的又是太可怕了 口袋房間 關注超過 4個的 5個的 超過5個的 扣1 我天啊 我真的會謝 關注了20多個 還好意思發的發的很頻 誰給你的臉呢 我真的會謝啊 真的會謝 好 好請問 只關注了 3個人的 就是4個以內的 我覺得應該不會有 扣3 我覺得應該不會 算了 我也是白問 怎麼可能 我也覺得怎麼可能 我就只是隨便問問 我也沒有想得多 謝 在捷運自己懷裡 抱BJ問 你這個時間點出現的很好 這個粉絲禮物 這個點送的很好 怎麼口 怎麼可能下個口袋是幹嘛的 怎麼你們下口袋是幹嘛的呀 這我也不知道呀 你們下口袋是幹嘛的呢 三個禮還沒有我 差點入迷了這位粉絲 啊首先我要先點進你的主頁 非常好 非常的好 王毅的粉絲 你再給我出來一下 我必須記得把你踢出去 我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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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個臭傢伙 不關注我 看我什麼直播 誰允許你看我直播 看我直播 啊 誰允許你獲得我的快樂的 滾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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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還好意思說呢 誰沒有關注我的 直接滾出去 我講人聽說話 非常的 嗯 那個的 很很嚴肅的啊 來沒關注我的 來扣一下一 謝謝別叫我禪音樂色 五秒也很厲害 別別亂扣了好嗎 有一些我的小甜狗就不要扣了 不要 不要為了引起我的注意 去做一些虛假的事情 做一些違背自己良心的事情 你們如果沒有扣 你們如果說不愛我的話 怎麼會進這麼快 直播間進這麼快 謝謝文人秋冰 冰秋的禮物 我講事情 我直播我剛開30秒 一堆人 給我說嗨 婷婷我來了 我可是都看得見的 你們不要虛情假意了好嗎 謝謝櫻花豆腐的禮物 如果你們沒有關注我的話 你們是怎麼幾秒 中之內 就進來了呢 對不對 有沒有粉絲是不推我的 但是呢 比較喜歡看我直播 甚至他偶像的直播他都不想看 這麼多 你們覺得你們說我我我 有有有 我會開心嗎 我真的會 你們覺得我會開心嗎 你們這情人 打的比誰都快 我不說話 我直播我不說話 我不說話 我我吐什麼呢我 我不說話了 我真不說我戴口罩 我從現在開始 我就是給你們錄兩隻眼睛 因為美女直播都這樣的 美女直播就是只錄她漂亮的臉 然後就 就不怎麼說話 我 我是小丑 我不想再做小丑了 我 我真的會 我憋著住 我是真的憋著住 好吧 做小丑也沒什麼毛病了 謝謝隔壁路人家的黃罐 做小丑也有黃罐呢 我的粉 來 剛剛那群答有有有 不推我有有有的那個 你們有黃罐的嗎 沒有 你們有 你們有超過100個粉絲嗎 抖音有超過100個粉絲嗎 沒有 我講的抖音有上萬個粉絲 你們微博有超過500個粉絲嗎 沒有 還真有是假的 抖音100個粉絲確實是沒有什麼難度 因為很多就是 嗯 就是你推一個人就大家會互相關嗎 抖音有沒有超過500個粉絲的 嗯 有嗎 你 我可不信 那我真不信了 你們 我不信 你們不關注我我怎麼知道呢 來剛剛這群人來關注一下我 其實我也不想讓你們多關 怎麼關注我就是想看看 你們是不是有這麼多粉絲 來現在大家 這群粉絲趕快先關注一下我 然後我去看看檢查一下 檢查完之後你們就可以取關了 好不好 檢查我我我我明天再檢查 好吧 明天我統一的給大家回复 大家先這今天先關關注著 好不好 剛剛那群不推我的好不好 我講的是 哎不必了 有病嗎 有病嗎 哎呀我不能太我不能 我不能聲音太響 因為我罵人是要收費的 天 老是控制不住 不說話了 我現在溫柔一點 我現在溫柔一點好嗎 然後剛剛那群粉絲去死們 去死吧 好不好 那群 粉絲 那群粉絲 我講的是 我講的是你的抖音帳號是 提提將市民大學生 我的 呃 我的 微博是 SNS4A講述廳 好吧 我 我不能把口罩帶上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發現 我講師弟今天化了一個 全妝 我把一半遮住 就是把我 250塊遮住 我今天滿臉 這個妝的費用大概是在500塊左右 啊 遮了一半 那就真的有點浪費了 所以我要瘋狂的暴露我的臉 今天開業務嗎 今天就是說一個 嗯 今天且開一下我的業務吧 呃 嗯 開什麼業務比較好呢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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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小屁醬的黃瓜 嗯 罵人行嗎 好回歸正常 罵人不行 沒有罵人 我講事情不太 我不會不怎麼會罵人 現在 可以採訪呀 歡迎大家來參加我的一個業務活動 好不好 那麼我講的事情 我現在先跟大家聊一天 因為什麼呢 你知道為什麼嗎 因為我現在我大腦 我有點忘了 上次我把iPad放哪位置了 我們現在房間現在亂的 就跟那個批發市場一樣 地上全部都是衣服 你們可能沒有去過批發市場啊 我是去過的 我小時候我跟我媽媽就說 經常去那種批發衣服的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在修飾行李啊 地上全部都是衣服 所以說 我現在就是 我現在走路是墊著腳的 全部都是東西 小東西 大東西 全都是 所以我現在想 我的iPad放在哪個袋子裡 我上次直播是坐在這兒直播的 那應該在這附近 帶點涼快的衣服 我今天還特意問了一下段一璇他 高鐵上冷不冷 因為我準備穿一個比較厚一點的衣服 為什麼要帶那麼多衣服呢 因為我跟好靜怡我們倆去三亞玩 三亞是比較熱的 其實 高鐵加襯衫就好了 哦對 是 是呀 最近別查水表了 你覺得怎麼樣 可以 為什麼 為什麼 可以 你偷偷告訴我 為什麼 為什麼不讓我查水表 是不是 是不是怎麼不好 啊 段一璇還沒去 段一璇去哪 什麼去哪裡 嗯 哦就是太平凡了 好吧那就不查了吧 不查了吧 我也覺得不太好 為什麼不太好呢 因為 因為呢 因為會 會 會 會影響 我的一個 心情 就是 編 我編好了 我說會影響我的心情 這不是編好了嗎 那編不下去就算了寶寶 別叫我寶寶 會影響我粉絲的心情 因為影響了我的心情 看我直播的這三千七百四十二個人次 會影響到他們的心情 快採訪你 你要吃飯了 我想問問你 如果說 小屁醬 如果說我讓你現在 不要去吃飯 讓你在我看我直播看一個一個半小時 不要去吃飯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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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 我已經問完了 你選哪一項 就是前面其實就是鋪點最重要的是 最後三個 踢出去是吧 行 可以的 已踢 已踢 已踢出去 好爽 被我踢出去很爽嗎 你們多看一回我的直播會死啊 說實話 老想著出去幹什麼 啊 剛剛飄過去飄過去的什麼 沒有看見你的彈幕 小秘書你說啥呢 被踢出去說實話 我感覺有一點點的 有一種很不道德 因為我有在這裡的權利 你為什麼把我踢出去 謝謝老婆的禮物 路人家你也要採訪 可以 那我問問你 嗯 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你準備好了嗎 快點我已經想好了 我該問你什麼問題了 這個問題非常的重要 你如果回答錯了 我就要把你給踢出去 快點了 默默唧唧 是疾病 好了我要開始問你了 不要說一些廢話 我想問什麼問什麼 OK 好 請問你現在有兩個選擇 第一個選擇是 我講書停 把你言出坑 第二個選擇是 我講書停 掉十個粉 你是選擇什麼 不許說 不喜歡這個問題 因為你必須喜歡 快點的速度 是我把你言出坑 還是讓我掉十個粉 我要掉十個粉 其中一個粉 可能是一個 很厲害 很牛的粉絲 謝謝小粉提提的權章 怎麼不說話了 欸 欸 欸大哥 大哥 我來分析一下他這個回答 就是他可以捨己為人 他是為我好 他覺得他自己不重要 懂嗎 就是他可有可無 然後呢 也不能讓我掉十個粉 謝謝16256的權章 因為他知道 我把他言出坑 他還是會再回來的 因為沒有人會 拒絕 所以 就算我把他演出 去了一段時間 他還是會自己回來的 謝謝富貴的一隻蜘蛛 確定他 是不是這樣啊 好 謝謝大哥 謝謝老鐵 好 下面一位粉絲 齒咳嗑ú嚿 噗噗噗噗噗噗噗't 不要說自己不重要 隔壁路人家 千萬不要 不要說自己不重要 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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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 誒咳噗噗噗噗噗了吧 夠噗噗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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要說自己不重要 你們每位粉絲對我來說都很重要 謝謝楚楚的禮物 知道嗎 隔壁路人家 收回你剛剛說的 那句话 謝謝可愛的玫瑰to 小粉你是不是要采访 要采访就说 不要沉默寡言 在我的直播间 最讨厌一些 有手机 有键盘 有手指 有网络 有电池 的人 不回 我的消息 不回弹幕 不回我说的话 没有说你小粉 我是在说那个 我是在说未来 以防万一 未来就是有这样的情况 好 我看到了 我看到了 好吗 但是以后 可以假装就是看不到 我要学会这项技能 OK 我知道 我知道 就是弹幕飘过去的时候 我的眼睛就 这样 然后就看不见 看不见了 小粉 我问你一个问题 如果说 你现在也有两个选择了 我现在就是经常问大家一些关于两个选择的问题 因为我两个选择是最 好表达一些东西的 你现在有两个选择 一是 一是 坐飞机来上海 拍我出街返途 一天 二是 做我讲事情一个月的 小秘书的活 你包了 就是把我记业务 然后要 我讲庭开播一秒钟的时候 你就要发嗨婷婷 一个月 你会选择哪个 这个问题对你不难吧 我觉得我都已经想好你会选什么了 我说实话我都想好了 小粉提起来 这是我没有想到你的 你居然会这么回答 你伤透了我的心 从此以后不接你业务了 伤透自己的新的业务 我为什么还要接呢 我又不是舔狗 谢谢富贵的一只猪 你又不想看我直播 又不想见我的 你这还整什么呢 这身 我 我们俩这是什么关系啊 陌生人 陌生人 你跟我搞得这么熟干什么 还在我的榜单上 我讲上天 怎么可能一个月直播一次呢 我要一个月直播一次 我还有粉丝吗 我真的会 谢谢斯巴特 我笑闭嘴吧你 俺是狗蛋 谢谢你的荧光海 谢谢薄荷克 给多少工资 不能用爱发电吗 不能用爱发电吗 没有人爱我 说说 好的 乱 乱马姐姐 谢谢木木鸟木的权账 我发公告啊 有采访业务 有采访业务 谁 不好意思 刚是谁啊 刚到谁了 我 你 好 谢谢隔壁路人家的礼物 我想问问你 乱马姐姐 如果有一天 你 什么我记性真的好差呀 是因为我刚刚在想别的事情 我刚刚在想 我上一个话题的说什么 好不好 如果有一天 我一个月不直播了 就像我刚刚说的那样 我一个月不直播 因为反正发生了什么事情 一个月直播不了 电量低 剩一时 如果是我一个月不直播了 因为就是电量问题 好不好 我们不说一些别的了 就说电量问题 OK 你会怎么办 你会怎么办 不要那个 不要 不要说一些违背 自己良心的话 你会每天 不不不我帮你回答吧 我现在还有个业务 就是你的回答不满意 我会主动 帮你改写一些回答 好吧 你会天天躺在床上 流泪的 然后你会每天 反复的看我微博 的照片 以前的旧图 你会每天 在我的口袋房间 留言说 婷婷好想你 你会每天 上班 也不上 吃饭也吃不下 然后对别的人 一点心情 没有 只爱我 好 帮你改改 稍微改了一点点回答 好不好 好 这就是你的一个回答 我就当这是你的回答 好不好 好嘞 好 下面一位粉丝 不可能的 你们说实话 说实话 我觉得是可能的 因为我对 我对我自己有自信 谢谢小粉丁丁的全场 好吧 不可能就不可能吧 确实是不可能的 我 我懂人心 我懂的 你跟你朋友一个月不见 你们的关系都会 不亲密 更何况是 那个呢 谢谢吃个草莓 盖片的全场 谢谢 下面一位粉丝 大会儿就帮你充电好吗 小手表 再忍耐一会 富贵猪采访我说了 八遍了 怎样 怎么不耐烦了 我讲书听 我平时脑子很忙的 好吧 你试试好东西 好了 富贵猪 你出来 我想问问你 我想问问你 如果有一天 你的对象 犯了我的对家 虽然我暂时还没有对家 但是如果说是有了 就是我有了 你会 你会怎么样 假装我有对家呗 随便整一个呗 就有一个对家 然后 你的对象 喜欢上了你的对家 不是我的对家 假装我有对家 好不好 那你会 你会怎样呢 就是一些个 怎么样呢 就是你是决定 要对象 就是说跟对象一起去 犯我的对家 还是选择坚持在我这边 然后进行一个爱我 或者对分手 分手最好 最好是分手 分吧 速分 不不不 我快点回答吧 快点 给我分 一只猪 我很喜欢你这个表现 OK 我爱爆了 你这个回答 我不准备把你修改任何的 就是必须得分 立马分 天哪 你得专注自家 OK 专注我 对象什么 还可以找 但我讲厅 只有那么一个对家 是不是 说实话 我觉得 你很不错 虽然你是蜘蛛 但是我觉得你的脑子 可以独立思考 你知道吧 很棒 给你 给你加五分 下面有位粉丝 谢谢Ride的全章 莫莫鸟莫 当着 没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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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喜欢我 嗯 好的 那个 我问你 有一天 你的一闺蜜 她说 我 好讨厌我 好讨厌我 你会怎么办 你的最好的闺蜜说 这个讲书停办 好不喜欢她呀 你会怎么办 认真回答好吗 谢谢十二平均分的圈 真的假的 你们别要装了 莫莫鸟莫 我给你 我给你 改修改一下 说实话 我觉得哪有这么多人会 去分手 绝交 为了我呀 我也觉得真闺蜜 是不会说这种话 但是就有一个闺蜜 就是真的就这么说了 嗯 那你 那你 你就 你就 你就这么说 你就说 每个人有自己的审美 我喜欢她 你 请你不要过多的评价 对吧 这种人 你是不尊重我 是不是 你知道你的好朋友 喜欢她 你还在那说这样的话 这种闺蜜 不要不要 嗯 没说点事 好了 不过世界上 哪有这么多人讨厌我 确实 世界上哪有这么多 这样的闺蜜啊 我觉得是不会有的 所以说刚刚只是形成 就是来了一个假设 好不好 确实 绝交 嗯 确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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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下面有位粉丝 你的好朋友 已经爱上了我 真的吗 你闺蜜让你少坏点相望 你闺蜜对你好好 你闺蜜 像一个母亲一样 照顾着你 怎么路人甲是不在吗 路人甲 路人甲我想问问你 你让我想看 我该问你什么问题 这位粉丝对问题的要求 非常高 真不客气老师 问你对 问他一点难一点的 说实话 问他哲理的问题 对 不能问他太生活的问题 因为他觉得他简单了 你知道吗 要求真的很高 你觉得偶像和老师的共同点是哪里 回答一下吧 既然你喜欢就是说 来吧 这个问题是有点难啊 因为他是老师嘛 就问他问题稍微难一点了 但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其实是有共同点的 有没有同感的 我都已经想到一个共同点了 都废嗓子 除了我这个偶像 废嗓子点之外 好像也没有别的偶像 废嗓子 就连他们歌姬 都是用这里唱歌的 又不是这里唱歌的 废废丹田 老师可以成为偶像 偶像也可以是老师 我天啊 这个回答 我天啊 我真的惊啊 各位 我真的会想 我何的何能被你放啊 我天哪 真不愧是老师 这就是格局 我 我真没有想到 我真是没有想到 这都是一对多 就是虽然好像这个level稍微下来一点 这个都是一对多 这个问题 但是也是可以可以认同的 OK 就是 也是 也是 也对吧 有没有同感的 也对啊 所以说 我觉得隔壁路人家这回家真的太棒了 好不好 真的太牛了 好 大家心里不要不平衡 毕竟人家是老师嘛 对不对 好 下面一位粉书 都是要教育别人 我才不教育别人呢 我是被教育了 小粉 是不是到你了 小粉 可以情话吗 当你刚刚说 不愿意出神 不愿意看我直播的时候 我心都要碎了 我觉得我们两个就像双胞胎一样 没有办法分离 当我有一天直播看不到你的时候 我会想下播 因为 你 你 不可缺少 就像人类不可缺少水一样 谢谢阿尔哈的礼物 上面一句不是情话里的内容 你就像水一样 当然 女人 都是水做的 知道 大家也知道 所以说 你是我的水 也是 哎呀妈呀 不对 这逻辑 有点编不下去了 等等 你是我的水 不行 我一定要编下去 我作为一个原创 不行 你是我的 你是我的矿泉水 不掺杂任何的 撕 不掺杂 呃 那个 你看啊 矿泉水嘛 是不是 我对你的感情就像矿泉水一样 没有任何的杂质 纯 就这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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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隔壁路人家 我刚刚真的很需要你啊 我站那边不下去了 不过还好 我刚刚看了一个粉丝弹幕 我立刻就有灵感的图片 我对你的感情就像是矿泉水一样 没有任何的杂质 OK 矿泉水是困合物 闭嘴吧 你 谢谢 多吃点会长高的荧光海 我对你的感情就像矿泉水一样 不带任何的颜色 矿泉水是造名的吧 没有任何颜色吧 谢谢婷婷 的玫瑰花 特别是没有带粉色 草莓盖片 采访一下你 让我想一想 让我选一想 如果有一天 我讲书听 变成了一个卖货主播 每天直播都是在卖货 然后工作卖货 工作卖货 你会 出坑吗 还是 积极的参与我卖货的一个东西 对 很好的问题 什么玩意一点的 这个问题非常的好 我准备卖各种 就是我变成了一个女主播 买报真假的 因为我已经就是脱离了偶像身份了 如果那个时候的话 对吧 你可不要说是买报 我跟你讲 如果脱离了偶像身份 然后变成主播 这肯定就不是你先想 想这样了 对不对 看情况 没钱白嫖 看但不买 看实不实用 帮我刷单 确实 我觉得 看卖什么 好吧 那如果说以后就这样的话 我肯定会卖一些 你们需要的啦 对吧 你们需要些什么呢 我知道我的粉丝需要什么 首先我的粉丝肯定需要 马桶刷 对吧 谢谢姐姐的黄罐 谢谢 然后是餐厅纸 对吧 反正是卖一些实际上的东西 没垃圾桶 对吧 谢谢 也不是特别需要 马桶刷 你不需要吗 足光伞 也是 也挺需要的 还有什么 还有 那个 大炮 相机大炮 给我的正解 运点 去 帮我拍出点好看的反图 粉丝可以有优惠吗 哎呀 等我成了什么 什么女主播啦 什么优惠啊 其实都是假的 各位 你们以为你们获得了优惠 其实他们赚的 赚死了 不要听什么优惠 好吧 我可不信 我从来不信什么优惠 除非那种 买的人很多 然后他赚点钱 然后就特意把价格放 放下来那种 还可悲 那个叫什么来着 就是 为了让很多人买 然后 会价格弄低一点 对 薄利多少 对对对 这种情况 但我觉得也有点假 因为商家一定是 以自己利益为主的 他话说的 特别的好 说什么 还有最后实单 什么 库存没货 其实他货很多的 就故意的 就让你觉得很难抢 你知道吗 就一般人 正常人 谢可爱 多多美快 正常人听到这种话 他其实不想抢的 但他觉得 哎呀 就这么十个了 我感觉 我不抢 就有点亏了的感觉 然后就抢了 其实你买的这个东西 没有什么必要 没有必要去抢这个 大家 大家要 理性一点 好了 好了 怎么说到这个了 怎么会说到 哎呀 没什么 没什么没什么 那个我30号 有个带货 大家 大家要记得来看 我后 先杀猪到夜店 哎呀 哎呀妈呀 真是有点忘了 哎呀我30 好吧 杀猪到 谢谢你的一个夜店了 但是说句实话 我们30号的 我们公司卖货 其实都是 亏本生意啊 都是卖的 就是为了造福粉丝的 真的 因为我们 我们公司特别好 卖的 卖的东西都很便宜的 就是 真的 有优惠 大家 真给你们很多优惠 来我直播间的 绝对给你们优惠 我说粉丝们 全部给你们优惠啊 什么装版般啊 你看 苏达和阳这几个粉丝 我都看着了 绝对啊 你在想屁吃 哎这榜一榜 榜三 全部优惠 而且我跟你说 我们公司的库存 真的很少 这东西 大家一定要 及时抢 不然真的抢不到 外面买 是买不到的 不是 我们公司那个产品 只有在我们链界能买的 因为外面是很难买的 真的 包油是肯定包油的呀 满五百块就包油了 不是买满五百个东西包油 是满五百块 包油 啊 就是一个皇冠 就包油了 OK 大家 注意了注意了 一定要就是三十号 三十号 好吧 我我会把你们价格打下来的 来告诉我三十号 会来参与我的 这个卖货活动的扣衣 我来看看多少人 我我先看多少人 哦 这么多人 我跟你说 我一定 我提前 我去把那个价格给打下来 我提前跟我们那个 叶总王总 就聊天 我会说的 我说我一定要给我粉丝 家人们一波福利 你们这么爱我 没上直播都支持我 还积极参与东西 我积极参与我们的盛典 我个人觉得你们是 我一定会给你们价格打下来 不管卖什么 我给你们良心下 好不好 好三十号不见不散 那场直播 好 当然这场直播呢 我们就是不要提任何卖货了 当然就是这场直播 就是纯纯跟我的粉丝聊天 互动一下好不好 好 那个下面有个粉丝 好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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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有一天 你的公司说 乱 我 你不要把时间浪费 在看奖上亭直播了 我 现在 有一个业务给你 去法国 巴黎 进修 画画 老师是特别牛的老师 是 毕加索的 后代 后后后后代 毕加索的 徒弟 徒徒徒徒徒徒弟 但是现在不允许你犯偶像了 你得把所有口袋房间的东西删掉 因为讲述停实在太影响你画画了 好 你会怎么样呢 哎 会不会有点太 说实话 我刚刚那两个 就是 两个选择有点太 不 平衡了 有没有同感的 那是正常人都肯定 选择去巴黎啊 谁会选我呀 我重新说一下 好不好 我讲书停 我每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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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嗯 舔你 然后给你带了很多很多的快乐 然后 那个巴黎进修 然后 那个那个毕加索 不一定是真的毕加索徒弟 可能是假的毕加索徒弟 可能只是假的 就是 你们公司为了骗你去 说的啊 就你也不知道是真是假 但是我讲的 其实真的会舔你 这样舔的 你会选择 立马辞职不干了 谢谢老铁 我跟你说 那个 你们公司如果这么说 一定是假的 什么毕加索徒弟啊 肯定 没有活着啦 哪有活着的呀 对不对 而毕加索后代也不一定继续画画呀 所以说绝对是假的 而我讲述题是永远存在在这个地方的 永远存在在世界上 永远 一个wink就会把你填到 对不要被公司PUA 说的太有道理了 支持 毕加索有四个老婆 支持 不要说一些和 无关的 跟我直播无关的 好吗 我根本不care毕加索的老婆 我只care这个 这个粉丝 呃 那个会不会选择我 好吗 好 他又不可能去选择毕加索的老婆 好了 下面一个是12平均分 12平均分 刚刚是无时务表演 表演吃饭 嗨 哎不对不对 无时务表演不是这样表演的 我这样肯定不是不是呗 我应该是 呃 筷子是吗呢 对 这样子就是像这样 这种感觉 这种就不是无时务说实话 好 我先跟大家解释一下 我我 我我 因为我前两天就是有认真学到一些 关于表演的 好吗 好了 那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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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2平均分 因为这样 你哪有吃饭是这样吃的呀 你肯定是用筷子拿着吃啊 那筷子拿法肯定就是 这么拿呀 我是这么拿筷子的吗 对吧 那就 好 我问 怎么你是催催我吗 你是觉得我刚废话很多是吗 哼 我想问问你 12平均分 如果有一天 让你赛纳盒只选一个小偶像 作单推网 伯乐 不好意思 伯乐 你会选择哪个小偶像 不是在给你问客啊 等你回答完 我再决定要不要给你问客 我刚刚只是眼睛有点疼 快点拿你选择做谁的伯乐 吸一口一个大包子 说实话你不如就随便说一个我也不会去打你对不对 我也不会去冲到你家里 怎样的 对不对 因为每个人做谁的伯乐都是他自己的自己自由 有没有同感 妈呀 吓得不敢说话了 哎呀妈呀 你这心理承受能力有点太脆弱了 真的有点太脆弱了 哎 嗨 喂 喂 平均分 还在吗 还在 好吧 真是太难选了 我把你难选死了 哎呀我的天呐 我真难选 哎呀 好吧 这个问题确实是对你来说 就是有点刁难你了 不刁难你 好吧 其实刚刚真的有点刁难你了 仔细想想 嗯 你完全可以选一个 GNZ的或者是 就我不太了解的成员 有没有同感的 说实话多好啊 来吧 下面一个粉丝 我曾经问过你怎么可能 怎么可能 我问过你吗 当然我只可能只是比较好奇之类的问题啊 我的室友 你是说我现在的室友 还是我过几天的室友 还是我过十几年的室友 就是人的一生有无数数 对吧 过几天的室友 哈哈哈 哈哈 哈喽 哈喽 呵呵 看嘛 哈哈 哈哈哈 快点 下个谁啊 是個圈 借你的 皇冠 不是在修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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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是在修那个 乱马羊 乱小姐 Where are you 你存在吗 你存在在这个直播间吗 云握手 哪有云握手啊 滚 没有云握手 不要乱自己造一些业务 看我的公告 有没有云握手 三个字 来我们打开 打开 有采访业务 根本就没有提供云握手 乱马羊 在没有搞清楚状况的情况下 你就把这皇冠送出去 你的父母是不教你的吗 钱是这么花的吗 我 真的会谢 把你这皇冠收回去 谢小别兔 别有别的礼物 我刚刚已经骂你了 没有什么采访业务 你看不清状况吗 我骂你都骂了一分钟 都快两分钟了 你搞不清状况吗 你这个皇冠是骂人业务 我给你刚改的 还采访 还那采访 三个点 讲说你最谈的就是三个点了 三个点是对我无语的感觉 谢小雨 0216 小雨 你送的很好 这个点卡的很好 我对你很无语 我 好无语 谢谢是行为吗 什么谁会哭 哎呀 乱小姐你会哭啊 哎呦别哭啊 别哭啊 不要躺在床上半夜哭 好不好 你内心要坚强一点啊 我们是都是成年人了 好不好 你还比我大这么多岁呢 坚强一点好不好 你看这个是个圈 我真的是 我真的会被感动到 他说没有业务 这是说明什么 说明什么各位 说明他根本就不想 跟我有任何的交流 有没有同感的 是个圈 不是 你多点两个字 是不是灑 还是个圈 什么情 什么意思啊 好吧 我知道你是为了 送我里玩来的 还你 还你一辈子 给我省事了 下面是谁 过这个村子 没这个店了 下面是谁 你谁 我从来没见过你 你可能是我 我在从来没见过你 你是不是信了吗 我刚刚说到 我这么讲话的 你们没有从我 那个时候就陪伴 陪伴我 你跟何何 别骗我了 是个圈 总感觉很艺术 小别兔 小别兔在吗 你是采访吗 你是采访 小别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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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来思考一下 好吧 我思考一下 因为刚刚今天问了好多问题 我现在大脑就转不过来了 是个圈 是个圈 哎呀妈呀 第二口关了 哎呀妈呀 好有情啊 我天啊 你说谁小号 来我 我看他主页 我就一下便知道了 以你这个出手这么 我知道了 你是不是那个谁 陆雨吧 陆雨吧 别想给我装 啊不是 对不起啊 不好意思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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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等一下我一下 我马上就会知道 我再看一下他的口袋房间 全是我 哎今天几号 6月24号 他6月24号发了一条 说我好美 这一看就是我的老粉啊 真是兴奋啊 哦 纯兴奋啊 哦 真假的 因为我的很多粉丝都都会喜欢装兴奋 也不然是什么批号 反正就是我现在有点 有点害怕 有点没有安全感你知道吧 就是总感觉大家在骗我 好吧 谢谢试个圈 你的两个礼物 两个 下面有位粉丝 对就狼来了故事 真的 真的是 就有些老粉就想看我什么 就是对应不同粉丝的 贱的狠 贱的狠 不是说你啊 是个圈 好下面快点快点速度 下面一位粉丝 目前没有 哎呀 我记忆怎么还停留在去年 今天都是兴奋 哪有今年都是兴奋啊 我看到好几个都是 你看这个剑子银水 我去年握手会 前年握手会都看到他 你看这个喜欢提提 都不是兴奋好吧 很多都不是兴奋 你看我这个绑一绑二绑三 这个绑二也不是兴奋 绑三不是绑一是兴奋 这个绑五呢也是兴奋 你在想屁吃 是今年才知道的我 对不对 木木鸟梦也是兴奋啊 不是上一个木鸟梦 对吧 不乐意和听梦也是兴奋 我好像以前就没有这么看到过 你才两个月 哎有些粉丝就是 我经常翻牌看到说 你是我的新粉 那不好意思发弹幕 不好意思发翻牌 但是那我该怎么 如何证明你是我的粉丝呢 该如何证明你是我新粉呢 说实话 说实话你们要快点行动起来了 赶快把弹幕扣 扣起来 证明一下自己是我的粉丝 当然啊 我先说在说到什么 你如果喜欢我们 我们S队超过五个人 就不要扣了 没啥必要 说实话 你说喜欢我一个人 或是两个人 都可以扣一下 五个人就算了 六个人 五个人的 这没啥必要了 为什么呢 除非我在你心中排第一位 我不喜欢跟别人共享你的爱 谢谢 那算了 你这会让我很尴尬 就是 别让我尴尬 行吗 行 大家零点四 我知道大家很爱我 谢谢一个美丽的杀猪刀的夜点 提提下播 还有一位 我的采访 小别兔别有别 你有采访 小小别兔 我咋不知道 我的我的小秘书呢 我的小秘书呢 哦 他有啊 好吧 那么 那么小别兔啊 哦原来我还 哦对啊 小别兔我原来还没开始啊 我刚刚好像反正就是说 怎么说到什么乱七八糟的 然后就没有跟你开始 对不对小别兔很抱歉啊 很抱歉 我现在重新开始 嗯 都看我废话太多了 小别兔 那个 哦念了人家爱 就是先让他爽一爽嘛 对不对 然后再扯开话题 聊聊我别的东西 然后再回来 就是让人有一种 刺激的感觉 好 小别兔 我想问问你 但我还是思考 我还是思考 问你什么 不是不是不知道 不是不知道 该让 问你什么事 我想问你一点有趣的 好不好 不想跟你太无聊的问题 小别兔 嗯 选一个偶像 你觉得什么偶像 比较适合 什么偶像 比较适合做朋友 什么偶像 比较适合做老公 什么偶像 适合做老婆 什么偶像 适合做 爸爸 什么偶像 适合做妈妈 你随便选三个 我刚刚的问题 随便选三个 回答吧 不能说我都合适 我可不想 我可不想做你的长辈 我适合做爸爸 好吧 可以 我可以做你的爸爸 不要来这么快 你不要来这么快 就显得 你们能不能 稍微再推拉一下 烦死了 每次都这样 不要 不要 这不是我想要的 不要 他怎么不回答了 小别兔 等你呢 新粉线出根 怎么这种问题 你都回答不上来了 我天哪 我帮你回答吧 谁适合做老公 谁适合做老婆呢 首先 你不需要这两样东西 好不好 因为 因为 确实不需要 好 那么谁适合做朋友呢 那当然是 我啦 因为我是一个很亲切的人 对不对 那么谁适合做你的爸爸呢 也是我啦 因为我有点威严的感觉 每次你看到我的时候呢 你是想 很尊敬我的感觉 有没有同感的 你想照顾我 然后谁适合做妈妈呢 说实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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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算了吧 算了 说实话 不要我 我 我只想做你爸爸 我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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们换个话题 谁是你儿子 你才是我儿子呢 你才是我儿子 谁做儿子比较好 你做儿子比较好呀 对吧 好的 好这些不重要啊 怎么感觉在 在跟大家玩过家家呀 我天哪 我上次玩过家家 还是我幼儿园的时候 嗯 然后我问 我问我的朋友说 那我做什么 然后 然后他们就说 你做女儿吧 做爸爸 对 来吧 来 来干嘛 谢谢不愿透露姓名的德罗巴的礼物 谢谢德罗巴 在直播哦 在直播你是谁呢 我要猜猜你 你的脚步呢 看上去有点不像郝静怡 因为郝静怡进来不会敲门 所以你是王毅吧 哦 大家猜猜是谁 不是王毅啊 是 说实话我真没看清 头发有点黑色 你再过来看一下 我不能太测过去 高雪义 原来是高雪义同志 小高同志 来吧我们继续 你怎么闪发了 谁说什么 他头发都黑了 我刚 我说谁呢 好来吧 下面 德罗巴 对德罗巴 德罗巴 我想问问你 你觉得 你觉得 你希望你的两个推 住在一起吗 这问题很好吧 不是啊 为什么希望呢 不一定啊 真的吗 不希望 我觉得是有不希望的呀 因为你看 你到时候看谁直播呢 你看谁直播的不好吧 对不对 所以肯定有不希望的 说实话 我觉得要是我 我也不希望 因为我想让我的推 觉得我单推他 但他们俩如果 一下住在一起的话 啊 怎么办啊 对不对 我记得我以前 握手会的时候 我有个粉丝 他说我跟 他的另外一个推 两个人握手会 座位这么近 他该怎么办 他居然说这种话 就推我和林书琴的 因为我和林书琴的 握手会 永远是贴在一起的 座位 然后他就很尴尬 你知道每次他去握 他去握我林书琴 他就会这样看一下我 然后我说你还何必呢 我天啊 我早就知道你不单推我了 就他自己一个人还活在戏里 还活在他自己单推的戏梦里 好了 那个怎么解决呢 就是他 他会去握一次林书琴 然后来握两次我 就证明他更爱我 你懂我意思吧 真不 不 反正就是 反正有这种情况 大家理解一下 就是一定会有人 不希望他两个推 被住在一起的 好不好 好 那位粉丝你怎么回答的 我咋没看到呢 说实话 他说什么 好像听过 不不不 我说那位粉丝 现在不在现场 他已经很久没来了 因为我记得他就是 头发 他是个女粉 他头发经常会染 对 我对他印象非常深刻 德罗巴刚刚怎么回复的 谢谢逃避可耻 也没用的权杖 谢谢逃避可耻 好了 大家不要cue 不要cue名字了 人家会很尴尬的 好吧 你真的是单推啊 好吧 那你是单推的话 那我跟谁住都无所谓了 有没有同感呢 那你就是压力非常的小啦 你们知道谁 谁知道谁 谁谁谁谁 谁谁谁 知道谁谁 不许说 没有人知道谁谁 好了 我把业务截止了 我手机刚快没电了 不要过多的提一些 ID好吧 人家会有压力的 谢谢奇珠追太阳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的礼物 截止了 没有人 没有人想要就是特别想要采访业务吧 但是我已经截止了 采访没改 不可能 我已经改了呀 原来没改 采访 业务截止 业务 停止好了 因为截止老师打错 业务停止 OK 好 好了 业务 那个谁到谁了 Who Turrence 这几个还在送 就是我 就是我的天狗了 逃避可耻 你来吧 到你了 你进来吧 带上门 好的 坐下 你呀 什么业务 你要采访业务 是不是 如果让你重来一次 重新 重重回到18岁 哎呀 我好像已经默认为你大于18岁了 但我觉得你应该是大于18岁的 因为逃避可耻 这个名字一听上去就大于18岁了 所以说如果让你重回18岁 你最想反悔的件事情是什么 你呢 你呢 换个大学 换个大学 那你就不该重新回到18岁了 你应该回到 我想想看啊 18 19 20 你应该回到16岁吧 有没有同感的 要是换的 回到18岁 你来不及了 哦 18 没有啊 你一定要从高一开始啊 才能 才能那个 好了 这些不重要 重要的是想换个大学是吧 就想重新考一次 是不是这样子 嗯 其实我也是 我也有同感 我有同感 我也有点后悔 做了很多后悔的决定 但是世界上没有何悔呀 咱现在就做好自己就好了 好吧 很多人都是啊 哎 以前做过太多错误的决定 对 做事情真的不要反悔 不要想着怎么反悔怎么反悔 OK 来吧 下面一个 一只海绵 你好 一只海绵是要采访是吧 好了 一只海绵 我想 你给我吃 你头像什么鬼 别以为我逮不到你 感觉有点丑丑的啊 你这头像 那不是我这个举手 那个吧 我 他有什么 说实话 我觉得他一点不好看啊 我想问问你 我想问问你 如果说我出了水镯 你是买爆它还是买爆它 那这个是附赠的问题啊 你待会记得回答一下我就好了 呃 嗯 对 最后一位粉丝都会附赠一个小小的问题 还有俩人 好吧 居然还有俩人 我太火爆了吧 呃 问一个什么问题呢 问一个 你是希望自己努力去干达成什么目标 还是希望被包养 这个问题有没有很直接 就是太直接了 但是我就是一个很直接很现实的人 呃 好像我的粉丝并没有觉得 我这个问题很直接啊 呃 你看吧 一只海绵 好喜欢你这个回答 太赚能量了 说实话 谁不想自己努力达成一个目标呢 太棒了吧 你是最棒的 加油啊 把目标的 不要管这群弹幕里的人 用两个字来评价他们 废物 你有四肢 你有人类的大脑 你有一个漂亮的长相 为什么不去努力呢 好 下面一位粉丝 诶 这个厌务截止之后的 谁啊 大家都谁啊 骑猪追太阳 你好 骑猪追太阳 猪 快点出来 谢谢阿贝贝的利物 速了 骑猪追太阳 我前前问你一个问题 我们抛开前不谈 请问你 最想成为我的什么粉 什么 什么三个点是什么 你想成为我的黑粉是吧 我讲了你前几秒刚说过三个点 是我最讨厌的一个方式 发和平 你想成为我的黑粉 你就可以直说 你可以甚至礼物的不送 你直接 你直接 你直接出去 还可能浪费时间 赶快的吧 可这是三个圈 我们保持陌生的关系就好 你还别说 我跟你的关系就真的挺陌生的 我除了在我除了在直播见到你 就喜欢给我送礼物 别的啥都不敢 你们有这样的粉丝吗 翻牌也不翻 反正微博我也没有查过他的水表 就喜欢给我送礼物 上次给我送了个用爱发电 又是什么皇冠的 又是那个什么什么的 对吧 怎么会有这样的粉丝啊 不喜欢不喜欢 不喜欢不喜欢 喜不喜欢呢 这点都这些都不重要 好吧 好 下面有粉丝 重要的是他刚刚发了三个点 对我来说已经是个黑粉了 而我们又是 他刚刚又说想做陌生人 那就是黑粉了 好了 最后一位粉丝了 那就是我们的一个乱玛姐姐了 乱玛姐姐 乱玛姐姐 什么翻牌一读不回 你想怎样 让人说什么呢 我讲听从来不一读不回 从来不一读不回 什么翻牌一读不回 啊 啊 说的啥 好吧 那个采访是吧 采访 我真的有一个不回 说到采访 那我们乱玛姐姐 我来采访一下你 如果说 你现在有 二十分钟跟我握手的机会 你会 怎么去计划 这二十分钟握手 二十分钟 不断断续续啊 但是旁边有stuff 就是 对 就是这么长 哎 就是这么长 不可以减半 我就是为了惩罚你 啊 二十分钟 惩罚你 教我做阅读理解 这就是你单身的原因 OK 全世界都知道你单身 不用特意发狠评告诉大家 好不好 好了 来 快点速度 吃饭 睡觉 听我唱歌 咋了 我是工具人吗 我是你的音箱吗 我是小爱同学吗 还听我唱歌 首先 我给你唱一首歌 你就要先给我跳支舞 这叫人与人的平等 OK 那真的是 我在工作 我在握手 我还唱歌 唱歌只有在舞台上 懂吗 如果在私底下 你让我唱歌 就咱就得理上网了 我跟你唱歌 你要么就是给我 大摆吹一下 要么就是给我 性感wave一下 要么就是 泡在地上滚两圈 好吧 好 至于你那个吃饭 睡觉啊什么的 那个吃饭的话 你吃饭 我也要吃 我会寂寞20分钟让你欣赏 说句实话 那你为什么不买一张我的身鞋呢 明天对家里对着看就好了 还是浪费时间 让你打车来到我们的握手会 这不累死你了吗 天还这么热 还staff在旁边看着 想尽办法 谢谢超级帅的礼物 想办法让我记住你 很简单 其实你在我面前跳支舞 就完全可以记住你了 因为我很少有粉丝会跳舞 美人鱼什么时候发 没有拍 不好看 当时真不好看 我拍了几张真不好看 我看看吧 我好像拍了几张 库存发下 谢谢不孤独的礼物 好了 我走了各位 我要去拆快递了 我买了几件带去三亚的衣服 买了一二三四五六件衣服 我天 写憧憬的荧光海 我再不下去拿了 好感觉要丢了 水灯 现在快递太多了 容易丢 大家今天都开心吗 大家今天看我这不开心吗 不开心也得开心 不开心别让我知道 我走了 goodbye 哎呀我装的花了 goodbye 妈呀手机要没电了 嘟嘟嘟嘟嘟嘟